精彩推荐传犯彬彬已回家 招两道密令封口 也不错呀 因为他毕竟是曾庆怀的人 那个馅儿的人 曾庆红可能要说话的 因为你打吴小灰就是打我邓家 你杀鱼清白下午下午邓家 你打曾庆怀的人 你就是打杀鸡给曾庆红看 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明白 所以他如果真是两道命令封口 然后放他回家 那就是曾庆红说话 那习近平是怕曾庆红的 因为曾庆红是组织部长 给他了现在这个职位 没有曾庆红他得报恩的嘛 他得吸取王兆伯的教训 那个就是因为忘恩负义 才给他一炉到底的 习近平没有 他没有忘恩负义 凡是给他位置的人 他都保着不动 多大的天理不容的罪 他都不动 他就认为不能忘恩负义 他以为等他们死就自然死亡 这样就不触及这个忘恩负义的问题 他认为罪犯应该让他自然死 不是在他手中死 这样就不存在 提拔自己的人 自己给他整下去了 出乎生产 但是他忘了一点 江泽民是不会死的 因为他2000年9月份 祖元神已经下无声之门了 已经灭了 全清真全灭了 现在称着他皮的是鬼 鬼怎么会死呢 只要你那风气不正 他就活 他是这样的相不相争的观点 那习近平又不信神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他就永远也等不到 江泽民死那天 因为你不信神嘛 因为那不是人皮了嘛 那是鬼在称着那个皮 就是点击吴小平说漏荡国机密 待宰民起一片苦荒 就是私有归国有了呗 就是这个 反正共产党的特点 就是把有钱人的钱 通过法律和暴力 都弄到这个谁的手里 没钱人的手里 这是共产党的特点 深度为 北京围猎红色超级富豪 就跟玩高尔夫球一样 这叫啥呀 跟其他国家没关系 好容易 这都是年轻小弟子 就对这些感兴趣 其实自己在扰乱四清 人类的大方向应该是道德回归和回归传统 道德回生 那么就要把器官活摘结了 这个原生审判了 这两个不做 你什么都玩不着 你搞这些花边新闻没用了 美国大数据校的中国女人看完惊呆了 这个大数据啊 我最近看了那个二十四集的影视剧 在YouTube上看那个追 就追人的那个追 那个倒是没啥党文化 然后呢 前五集呢就给你讲的大数据 他就是鞋跟上给你来个跟踪器 然后这个皮鞋的那新鞋的鞋跟上啊 送那个生日礼物 得就跟踪上了 然后呢 都是他的同事啊 那个警长的同事 副警长给他放了 副警长跟那个大毒枭有来往 收了人家钱啊 然后 手机是窃听器 新皮鞋的生日礼物的新皮鞋的鞋跟那有跟踪器 所以这这警长走哪说什么 人家都知道 所以就被人家害死了 人家就要灭他口 因为他知道的太多 马上就要抓到他们的毒枭的这个老板了 所以他就要就给他害死了 你们就去上电视看 那个大数据控制 就跟那个他鞋跟上有跟踪器一模一样 真的他走到哪 那个红豆豆就跟着到哪 在电脑上 走到这 前面是一片无人区死胡同 他那都能看出来 他再往下走 下面就是死胡同了 旁边是废弃的工厂 他那都显示出来 然后 说啥话 他那手机也是被他同事都安了 中间锁定 大数据控制的 你们要是不理解大数据控制的 每个人说啥话 要到哪去 然后追他的这些坏人 就是毒枭派出来的杀手 也是全市各地都有他的楼楼 然后他发现他车往哪个方向走 他就告诉那个地区的他的楼楼们 开枪 要一枪击毙他 把那警长 他怀疑半天 他开始怀疑手里拿的硬盘 那警长后来明白了 怎么我们干什么 他都知道 这么准确 他肯定我们身上有跟踪器 那么跟踪器 他以为是那个外接硬盘 其实不是的嘛 实际上就是他斜根 后来他就明白了 他明白了也死了 然后是大连 李克强为这事烦透了 要求来点硬的 李克强李克强自己 就是器官活摘期间的副省长 所以辽宁省 所以不要对他抱太大心 其实他也是血债帮 刘强东岸后又已富豪 就像陈晓鲁说的 你习近平你现在用的人 全都是原来的那般人嘛 你好不起来 搞不好的 你必须全换新的 你不能用原来政府 将这名派系的时候 还都是副省长以上的干部的人 这个陈晓鲁还是比较难事 刘强东岸后又已富豪被曝光 猥亵空姐 被限制永久不许 上飞机了 我们需要兴趣呢 传川普祭典最新关税 中国中共官媒全晋升 网友希望川普 反正川普现在搞的都是中共 所以中国人民好像网友们都挺高兴死的 中美新一轮关税战来临 中南海铁了西 其实东北京啥也没打 也没失去啥 你不是照样在非洲发杀钱吗 你占5% 习近平占5% 在全世界 南美啊 亚洲啊 和非洲都是习近平的 小笑话放政策气球 大连白领办居住正被抓判刑 曝光户极致秘密 外地人呗 那没啥意思 政策每天都可以随便改 共产党的政策 其实就用 汉武帝时期的政策 那时候已经很健全了 根本用不着 搞这些共产党的政策 川普抛弃接触策略 美中真的要离婚 哎呀离就离了吧 这也值当的评论 都是小记者 瞎评 50岁以下的小记者 也不懂得 恢复传统文化是什么 什么什么 为什么关键 道德回声为什么关键 那你就瞎评这些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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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的东西 不影响大局 一乐圈大震荡之际 赵本山在暴毙行恶化 赵本山是诬陷修佛修道之人 他是应该遭报的 一直也都是命途多舛 因为99年他干了件坏事 他做的小品 模仿那个修佛修道之人的师父的动作 所以他就反正这几年都不得好果子吧 命途多舛 也是恶有恶报吧 中国女性省力金跳楼至少留下千字遗书报内情 长寿体制有六个标志 有一个也要恭喜你 就是这六个标志中你有一个也要恭喜你 长寿啊 长寿你要符合宇宙特性 要说真话 做真人 还要为别人好 为别人着想 一切都是为他的 你到这一境界才能长寿 否真长寿 还有在遇到矛盾和摩擦的时候 突发事件的时候 总是找自己的错 那周围就永远是祥和的 平和的 也没有战争啊 摩擦啊 矛盾啊 业力啊 和瘟疫了 所以他就自然是长寿 其他的呢 都是表面的 都不是长久的 这个符合宇宙特性 才是他长久的 这个让人 通过他 你就是个得到的 神 认可他呢 你就是个好人 被离他 诋毁他 那你就是个坏人 那你就不得好果子 你看 赵本山和这个 冯小刚是最明显的 冯小刚是 找的天下 干一支 第一把刀 沈中阳 去做 国家医疾演员 傅彪 他哥们的 干一支手术 他去搭了桥 所以 冯小刚也是命徒多窄 陕西男子 持刀杀死 熟税中的 妻子和子女 乱了 就是 十多年的事 要弄到一年来 重组天体 那你就得压缩嘛 就等于大锅里的饭 都压缩在小锅里头 他就乱了 气候也乱 人心也乱 思维也乱 那个 那个 名嘴不是说 他老是好像做完了某件事 然后那人又让他去做那件事 其实就是 这个 好像是 中国法轮功那本书里头 已经讲过了嘛 就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举的 一个例子嘛 DF D1点 F1点先生啊 他举的例子 他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一个飞行有岸 飞到一片空地 然后看到很多人都不说话 都穿着黄色的什么基地的那些地勤人员的服装 然后他反正加完了油 他就走了 又飞了 后来他多少若干年以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真的就进入一个机场 然后他一看 跟他前几年经历的没有声音的那个世界一样 就是电影胶片 这个剧本呢 还没开演的时候 那个 他先进去先演了一场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一定要读法 读法才能解释清楚 那时间的关系 就是剧本本身就在那 你演不演都在那 但是呢 还没开演的时候 这玩意要演话 就你一上场先演了一遍 然后你不就 那剧本你都演过一遍了吗 就 然后真正是开演的时候 那才是真的 有声音的 就这样点事 哎呀 你不信神呢 他就解释不清楚 时间是旧宇宙中的一个神吗 中国 女高官 散播王岐山恶毒留言 习近平非常气愤 反正是 想散播王岐山恶毒留言的 肯定是王岐山打的 前五年打的这些 大老虎和大苍蝇呗 川普强势进逼消息人士 习核心智囊刘鹤 召集紧集会议 没有用 最管用的就是 川普和习近平在和好 习近平说 现在川普不愿意见的 故意的 把这个不参加那个二十国峰会 所以十月份还是九月份 十月份举办的 所以就说明川普伤心头了 我给你时间 你要时间我给你时间 然后你上台了 利用这段时间 然后你又老跟我都一直干 我不跟你玩了 大哥不跟你玩了 他就这意思 比他大八岁 其大陆民众八月份存款 而且好多事是你偷我的技术 你偷我们家人的技术 偷我们家人的浓厚 所以我就 玩命打死你 玩命打死 你应该配合 打死你的是不符合道德的那波 不符合传统文化的那波人和事 你干嘛不支持我呢 可能川普是这个意思 然后那个核武器的事 你干嘛要拉着那个 小兄弟 共产小兄弟 不听我的话呢 我都给他们建议了 他们都很高兴啊 就盖旅馆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 这样谁也不等不靠 然后核基地的精力全都去搞旅游景点建设 然后自己就有钱了嘛 你现在又把这个金正恩忘坏了啦 又去给他钱 让他不听我的话 所以川普不高兴 大陆民众 这个习近平这事干的是不太漂亮 你就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你也不能去给另外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下下下下下半着 所以人家就不跟他玩了 地球村的人 你不讲地球村的道德 所以人家就不跟他玩了 大陆民众 八月份 川普不跟他玩了 来狠地要惩罚他 他就躲避这个惩罚 然后割肥猪啊 影视明星 你不是不卖 就那意思 你不卖我肥猪了 我自己割 割影视明星的肥猪 然后割这个 私有企业大富豪的 这些肥猪 然后 我再去运到这个 非洲国家去 然后这不就 我就有钱了吗 有钱了 我在到非洲国家 再养好多肥猪 以后 我十年以后 还照样收割很多猪 他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看川普玩恨的 他也玩恨的 就不服输 任督服输 我就不服输 我输了我也不服输 他习近平是这个 因为那些偷到美国的那些 是前朝 江派人嘛 他可能就占这一点便宜 都不是他干的 所以他不负道义上的责任 我就是新的老大 那也都是前面 前任道德不好 偷你们国家的技术 他可能是有这个东西在里头 大陆演员 沈立军跳楼自杀 习近平先后控制了三杆子 正在做一件大事 习近平好像那个刀比例倒是挺 挺 他前几天是派一个刀比例去跟那个 世界第一名嘴 通上话了 然后看 没有起多大作用 然后他就 也是世界第一名嘴戳到他的那个真正的计划和谋略了 所以 他就 他就用刀比例去跟人家对话 然后呢 发现 那只是一方面 还得再用更多的刀比例 号召全国人民 站在 一个 什么基点上 跟全世界的 恢复 传统文化和道德回升这个方向 还有揭露共产主义真面目 魔鬼真面目 还有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 就 揭露这些的这拨人 和恢复传统文化的这拨人 他要跟他们就是斗到底吧 较量到底 习近平现在好像有点是这个趋势 所以 所以他就用五个党校的教授 又写了11号吧 9月11号写了一个长篇的评论 阐述了习近平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计划 存款增速创新的钱去哪了 都去非洲了呗 他得用呢 去哪 其实没所谓 他还可以印钞票 都给你补上 沈丽君 其实二十几年前 不就说几大银行都空了吗 他不现在还活着吗 为什么活着 他就是不断的印钞票 然后大家也省钱不去取钱 存了钱不去取钱 这不就都被共产党用了吗 918事变87年蒋介石张学良 揭露蒋介石替张学良背黑锅的内幕 张学良是共产党员 然后蒋介石呢 是听夫人的话 就没杀张学良 他夫人跟张学良关系不一般 就是这个意思 张学良是想当 陕北的王 中国的王 就当蒋介石那个位置 然后需要苏联帮忙 张学良的私心在这 他根本不想抗日 就想要蒋介石那个 委员长的那个位置 然后他需要周恩来 他们通过苏联帮忙 结果也没搞成 比钙片强十倍 四种天然高钙 家常菜要多吃 就什么蔬菜水果 就多吃就完了 减肥的要素也是这个 他们那个演员不都说 减肥就是一饿了 你就吃蔬菜和水果 这样你就永远胖不了 北京国家大剧院县反政府起义 与私企被离场恐慌 就是人民公敌 他后面有一句话 你们觉得这个人好不好 后来他们改成了 你们觉得 反正这样的人还要不要用不用 是好人坏人 反正最后有话剧 有一个跟观众 互动的一句话 他们是发现 都 人民群众 也是有钱 这些什么 我看了一下国家大剧院的 那个票房 最贵的戏是264欧元 普通的一般的 就像红色粮子军 还有红胡刺维队 那个都是100块钱 起价 票是挺贵的 最便宜的我看也就50块钱 音乐会有50块钱 是一个富人聚集的地方 国家大剧院 所以他那里 闹点事也是正常的 也是有说话 跟人民公敌 那个话剧互动 说话 令共产党不高兴的 这场面 实际上还是 都是主流社会了 所以更可怕 主流社会都这么反党 借着人民公敌 来发现自己的政治见识 这是对中国的未来来说 是成功的 对共产党来说 那是要制止的 新闻看点 三个游客大闹 瑞典 中使馆炒作 成国际笑话 这确实是 丢脸的一件事 闹啥呀 不让你住旅馆 你就换个旅馆 可能是没翻译 中国人赖皮的那句出来了 我就不走了 我就在这儿睡 你不给我旅馆 我也在这儿睡 那个劲上来 招美国制裁 中国头号监控设备商受挫 那哥哥罗听中共的话 这不就受挫 也等于没受挫 这张三给他受挫 他说李氏那儿恶意奉承中共 所以他这个大数据还是搞得起来的 假疫苗受害者求助无门 赴金为全被失踪 假疫苗 毒奶粉 还有汶川地震的死亡的孩子们的父母 都是上告无门的 其实习近平抓到这个能得好多明星 那不比你印钞票还得迷惊 然后再用这些感激你感激不尽的人 到各个重要的职务上去 那比刘琪和蔡琪还好 就是不会用人 学学唐太宗吧 有勇乃大海纳百川 凡是有能的人 都是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 大吃惊茶叶和癌症的关系超乎想象 茶叶是致癌还是房子癌还是导致癌 看看看看 饮茶叶成辟者占多数 癌症发病率低的人群中 饮茶成辟者占多数 好 那就知道了 多喝茶就防癌症 美国媒体揭秘习近平为何重用刘鹤 川普不打贸易战只有 为何重用刘鹤 一是他101的初中同学 二是他老是厚的 三是他有哈佛学位 正用得着 我早就说了嘛 金融大鳄整习近平的时候 其实他就在台上 刘鹤就是当时管金融的 他都没有打圣金融仗 也没玩过金融大战的发动者 所以他不算有能力的人 但是他愿意用的 愿意用 德国人嫖娼 习近平患性病 外国人干坏事 他那痒痒啥 刘鹤